欢迎回来鬼才和你说 我们上一集就有特别跟梁师傅聊到 肌痛肌生这一块 如果说他有仙骨 所以师傅很好奇 有仙骨的人 如果他不做的话 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很不愉快 或者什么样的事情 会啊 可能会出意外 可能那个意外会令到他的骨折 还是比较严重的之类 然后第二就是他的身体 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好的point 重cancer 瘤之类的 我这个只是代替一般民众 可能就会想说 今天神明要他办事 如果不办 为什么他会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果 对好像暴音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死命 我们是死命 可能这个神明要抓我们 做肌痛的时候 刚好我们的命数有一个结 而这个命数的结是我们的前世 冤亲在主我们所累积下来的 我们今世不知道 可是我们今世要还 所以我们叫人生经历 人生经历 人生经历这四个字是 你没有回忆 你不知道 你过去跟你的未来 这样以我的了解的话 仙谷的意思就是 他比较容易接触到灵体 或者是这样子 就不管是神明或者是鬼怪 是不是 对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我有仙谷的话 但是我还没有做任何动作之前 我都有可能遇到鬼怪 或者是神明 对 你就比较容易接触 如果有仙谷的 然后一般上有仙谷 知道他有仙谷 我们必须要建议他 你要去找一些有收徒弟的庙 有收徒弟的师父 你去录他们的教 他们有个教派 就好像以前我们看那种 哇有少林派 对对对 有额眉派 有白莲教之类的 他们就必须要去找一些派 我们现在我们有六任 毛山 三清 贤毛之类的教派 所以他必须要去找这种师父 然后请师师父看 请师师公 能不能把他收入这个路庙地址 然后他就必须要修行 我很好奇师父 我想要问 我要怎样才知道我自己有仙谷 是不是我一直发生不好的事情 我自己有仙谷 很好奇 没有 你必须好像刚刚那个信徒这样 他不顺利 从他18岁到30多岁 他出来社会做工 他不顺利 他就去请师神明 结果大伯爷就一查 查出来 你的姑姑是跳筒的 你姑姑是开庙的 你有仙谷 你有这样子的血脉 你有这样子的血缘 你必须要维持你姑姑的使命责任 因为你姑姑的修行在今是不够 后事要跟他继续 明白 你不能决定 你会对不起 好 我是说 我对不起 估计